关注雪州白沙罗购物商场停车场 发现巨款行李箱的后续进展 雪州总警长拿督胡申奥马证实 来自沙亚南的一家私人公司代表 已经前来认领巨款 不过当局正在确认对方的说辞 并了解遗失巨款的来龙去脉 警方透露一家私人公司的代表已经报案 指这笔巨款是公司遗失的钱 不过警方没有立刻归还款项 目前正在调查 以确保物归援助 据了解商场保安员是在两天前早上八点左右 在停车场发现可疑的粉色行李箱 打开一看金箭里面装油 总数超过50万令吉的钞票 因此向警方报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金箭里面装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金箭里面装油